換柱風波 這件事情 會不會在兩大黨都上演 大老 好 大老的問題 四個太陽 還有四個人頭 你到底要叫我從何談起 你喜歡講誰就講誰 小英是起死回生有起色 這個當然有一大半 是習大大幫的忙 因為習大大講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心意 但小英是把九二共識 跟一國兩制把它連起來 然後他的回應 很多 我想你的 你的車輸的車站得很爽 剛剛這不錯 所以你看連這個四大佬 獨派四大佬以顧寬敏為代表的 他的立場也有很微妙的轉變 本來就是不要他 後來就講說你已經讓賴清德選 你主動的就不要選 現在又改到說 他從來沒有講說 我鼓勵賴清德去登記 因為他大概鼓勵不來 他現在最近的講法是說 大概賴蔡英文在2020的選舉當中 民進黨這個選票裡頭 大概蔡英文是有份的 有份的意思是說 你大概做真的 但是最好的你做好的 所以都不敢完全把它排除掉 所以現在總結來一句 蔡英文大概立於不敗之地 問了 因為我認為賴清德 第一 他的個性是比較溫順 他如果沒有黨內造反派 竭竿而起來給他足夠的支持的話 他犯不著去惹這個 因為這個選贏的可能性也不大 黨內會議論紛紛 有人覺得你很有意氣 因為你來帶我們選得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批判的人 我覺得也不會沒有了 他不必要犯這個無端 犯這個麻煩 所以賴清德主動去登記說 我也要選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如果全黨的壓力說 你要做副手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太大了 因為我覺得所有提名 為五十幾席分區的 立委的候選人 如果讓他們選擇的話 他們都要說你既然不選 那你非做副手不可 我覺得這個壓力大到 他不能夠拒絕 所以你說蔡賴佩已經成形了 我覺得大概就蔡賴佩 最近有一說 就是說蘇貞昌上來 當閣口以後 因為這樣嚇頭很好 說這樣衝衝衝 有人說他有氣息 所以也許最後我會找蘇貞昌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沒有 因為蘇貞昌不管是 以他的年齡 他的境遇 他目前的處境 而且昨天美麗島週報的民調 蘇貞昌的支持度並不高 只有三十幾帕 所以我覺得那可能性沒有 所以現在講完民進黨 蔡賴佩已經定了 大概就蔡賴佩 四月就退出了 對 像講國民黨 國民黨實在 我如果要跟大家一起起哄 來講大家的講法 我是很煩的 因為現在大家 你可以有獨創的見解 因為大家最喜歡講 就是四顆太陽 何來四顆太陽 一開始就沒有四顆太陽 一天到晚講四顆太陽 那有幾顆 韓國瑜 韓國瑜也就快言快語了 有的時候 因為他現在很興奮 很得意 每天忙中 如果有人講一些 讓他可以搞笑一點的話 他才有這個後裔 說要射太陽 射太陽 那我就是後裔 這個如果你要往比較正經800 或者是比較嚴肅的方向去講說 你是不是另有所图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他一定要把 起碼第一任的高雄市市長 好好的做完 這絕對沒有問題 有人講說 他跟王建平比較好 因為沒有王建平 恐怕他這次在山山地區的 陸軍動員也不會那麼好 所以他射太陽的結果 剩下的那個太陽一定是王建平 他把其他三個射掉 我認為這個也是無極之敞 因為其他三顆裡頭 有兩顆不是太陽 後裔怎麼射 通通如果你把剩下的太陽 唯一的太陽也射掉了 王建平怎麼能夠由 星星或者月亮變成太陽 這個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說這是星星月亮 太陽的關係 不是四個太陽的關係 這個其實有大有中有小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無極之堂 我再補充一下 你看像美國總統也進入要初選 在野黨的民主黨 你現在去看一下外電的報導 他們民主黨現在躍躍欲試的 男男女女的 有白的 有黑的 有棕色的 一大堆 現在列入這個排行榜的裡頭 有十來個 每一個人都 抓殺你 說我要算 媒體當然給他評估說他的 所以他們有十幾個太陽 他的強勢在哪裡 弱的你在哪裡 都有畫圖評估一下 那他們有沒有很明白的講 說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細的他們不會講得很細 但是基本上他們的立場 他們的意識形態的 王左 王右 對女權 對少數民族的立場 其實也不用他講 因為他們一路來 他們要嘛就眾議員 要嘛參議員 要嘛是卸任的州長 所以都有紀錄的 都有紀錄的 所以如果相對於他們有十幾個候選人 國民黨只有三個 好像馬英九大家不談的 那個已經本來就不是太陽 現在連月亮好像也不是 所以剩下三個 我覺得這個比起美國的十幾個 也不多 而且他們四個 雖然扭扭捏捏 欲言又直 但是也沒有什麼不規矩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很順利的 過完這個初選的階段 大家不用當旁邊 心風作人 說得有空無線 說得一大堆 所以國民黨是最後就是那個太陽 你就直接講了 因為國民黨你都說蔡賴佩了 那國民黨呢 大概是朱立倫 我認為現在 可是蔡英文 朱立倫跟柯文哲 一起民調結果柯文哲贏了 你知道嗎 這個不會是這樣 現在有人講說 是不是要美式的初選 吳東一做主席也處理得不錯 交辦就給組織部 給李承華 去研究看看 我覺得研究的結果 應該說此次不已 有它的優點 但是也有它的 讓我們環樂於所在 所以這一次時間上的壓力 此次不已 我覺得那個實在是很難 搬到台灣來做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每一個區 它分成八區或是六區 每一區的人口都還要加權 還有你在美國的話 你愛爾瓦投完票 或是紐哈姆斯特投完票 或是歐哈爾投完票以後 他馬上公佈結果 我們這裡經得起公佈結果嗎 我覺得公佈結果 就是一邊投票 一邊看電視是一樣的意思 不是 我們這裡 除非你從小的地方 從花東 澎湖 離島 那還無所謂 對 如果你一區一區 就相隔一個禮拜好了 那你北北儀 北北儀開出來 那其他的影響力我想 所以台式民主 跟我們美式民主一樣 對 我想你不能不考慮這個東西 所以回來 大概最後會歸結到 因為現在有很多不具名的 常委 中常委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讓人家看不起國民黨的 那些其實要盡量的 你有種 有不同的看法 你具名 如果你不敢具名你就不要亂講 那我認為任何想法 要把黨員票加權加大的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講 都有一點不要臉 就不必要這個樣子 因為你不管形勢怎麼改變 就是他 你改也沒有用 得到方求 那柯文哲是比較有趣 我的看法 因為是這個 陳思瑜選完以後 大家對柯文哲的去向 何去何從或是要怎麼辦的看法 其實國內的看法並不一致 我的看法跟主流的看法 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柯文哲陷入空前的挫折 而且心頭軟紛紛 有 你看他這個表情的確是還滿 挫折跟混亂的 我覺得他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因為他沒有想到陳思瑜會選得這麼差 還有他分析陳思瑜之所以輸得這麼慘 他開始講說 不是說挑什麼人撞得到 這個對陳思瑜也非常不敬 那也原先是他高估了他自己的本事 現在覺得說我好像也沒有光環 所以反反覆覆表示說 他腦筋裡頭 還理不出一個邏輯出來 現在這個都還不重要 現在他想說 好像陸軍非主黨不可 他又自己講說主黨 就算你主成功 也要兩年才看得出結果 才能夠動力 所以他是預告他2024才要選嗎 對 你現在時間這麼短 你主黨也很難 不過我曉得他大概會選 為什麼會選你知道嗎 因為他已經私底下 問了一些還算有知名度 但是屬於邊緣人物的 兩大黨之一或之二我不講的人 我怎麼說 跟你拍照補論區裡有處理 你知道嗎 既然 這是有知名度的邊緣人 既然他想要排別人 人家進入不分區的話 他就是要選總統 要不然排不分區幹嘛 要主黨 不是選總統 一定要主黨 就是要主黨 就是主黨就要選總統 這個大概是一連貫的 不過我在這裡是說 被徵詢的那一位 其實你不要出來講 他有答應他嗎 不是 真的 如果他徵詢我 我馬上出來講 我真的會給人家看不起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會問我 但是我很無論 表示我是邊緣人 你會覺得我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真的是這個沒有什麼好 所以你看到柯文哲電話不要接 這個沒有什麼好炫耀的 但是柯文哲現在 因為輸這一場 輸得這麼不好 我認為他本來春節 春節我覺得韓國瑜很不錯 韓國瑜說他要修歸習大法 這幾天要好好好情用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 因為他身體看起來很單薄 而且他在影響活動得太過度了 而且他整個整個都 小檔小細 屁股屁股 所以他拿招牌紅包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歸習大法 休息一個禮拜 對的 但是柯文哲 我覺得他沒什麼信心 他這段期間 他要去找四個網紅 去瓦人 去瓦人 還要看 還要看草屋起來 但是我覺得 如果陳世宇大勝 去挖網紅是對的 因為他去網紅 親才尾先 親才公黨 大家也開開 說厲害 陳世宇算得這麼快 你去網紅那邊賺他電腦 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就不你會好聽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抓 所以他就算原來的 安排了四個網紅他都去了 我覺得效果有了現 還有馬上緊接著 三月要去訪美 你像他算這麼差 二月要先去以色列 要去以色列 以色列就不重要 也很重要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說不重要其實都不重要 因為這些候選人到美國 到以色列 沒人管他 他們都是先出口再轉內銷 有時候我在美國 參加泰國安全 快去找一個美國重要的機關 人家把我們走後面問 我走旁邊問 我見到誰 就轉內銷的 但是重點是這次他選得那麼慘 我覺得他對美國之行 三月的美國之行 他的銳氣 他的企圖 我覺得都打掉一大半以上 我覺得他連背稿子的準備 都有心無力 你怎麼知道會說 神肚肚肚 這無情是不會做什麼 所以我認為 柯文哲雖然昨天 民進黨的民調他還是領先的 但是很多弱點 譬如說在台北市 台北市民漸漸看不起他你知道嗎 漸漸對他的支持不好 所以我覺得他的敗相 由於這次陳書宇的結果 已經走出來 所以我甚至覺得 我如果是他 我不會選 他也有可能不選 因為他是很欠的人 除非說有很多人 賺很多錢 如果要嫁開 他是不敢看 但是他現在是這樣 他現在民調領先 這不算不算 沒有道理 不算 但算了可能是會輸 所以算不算不算 這翁來頂問又不吃 水爪要吃 又生日要幫他太煩 所以現在就要考慮到說 他到底選了以後 是對藍的好 還是對綠的好 還是對兩個哪一個不好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你看不同的民調結果不一樣 你看有一個民調 就是說他從藍的拿走19% 但從綠的拿掉34% 所以綠的比較怕 這個好像目前大家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蔡英文還要拜託說 不然你也幫忙算 柯平那天在北門 對他還沒有禮貌 其實他心裡都是想 我實在是很愛你選 因為你選我才可以選 你換一個白人就用的 我是要選誰 所以你不要我選 我偏偏要你選 這其中的矛盾 我好像想不通你知道嗎 所以矛盾大到這種程度 所以 矛盾大人剛剛都抓頭了 矛盾大人剛剛都抓頭了 但是另外有一個民調 另外一個民調是說 柯平是從兩邊來裡 各拿30% 所以他對兩邊的影響 剛好一樣 剛好ECO 這個我覺得這也是過早 不過我覺得柯平選了 也不會當選 也不會當選 但是對誰的影響比較大 我認為對綠的影響比較大 中文字幕寫 字幕作為八道